大家好 观看此段影片 记得按赞及回帖 谢谢 这个Photocap 它有什么用途呢? 它可以对图片或照片 做后续的加工处理 例如这些 等诸多功能 Photocap 有一阵子没更新了 不过没关系 但就目前来说 还是能够正常的使用 这个是主程式 这三个是素材包 点击安装档 有卡住及闪退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要修改路径 在里面 然后下载 Photocap 之Zip 压缩档 显示 然后将Photocap 资料夹 移动到 本机 的文件下面 上面 这样才不会有写 写入全线的问题 然后进入Photocap 资料夹 在Photocap 在Photocap 执行档上面 滑鼠 滑鼠右键 然后点击 显示其他选项 选择到 选择到 传送到 点击画 点击桌面 点击桌面 建立洁净 记得将Photocap 之用来执行的洁净 放到快速存取 下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 桌面上的东西才不会一大堆 关于快速存取 这一部分的操作 请大家参考 这里面的教学 Photocap 捷径的上面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前面加上 图片后续处理软体 为什么要这样做 日后方便识别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 是做什么用的 好的 那这段的说明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耐心观看 此段教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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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